辛吉菲用一块羊肚腩肉 在上面铺上满满的冰角碎羊肉跟鸭肉 捲在一起冷冻24个小时 再加入活力水 居然可以让这些碎肉 变成我们平常在火锅店里看到的雪花肉片 完全可以让消费者 在视觉跟味觉上失去判断力 在他手里就没有科技做不出来的食品 辛吉菲的影响力就像病毒的传播一样 让消费者开始正视起自己的食安问题 有必是科技一番活啊哥们 之前我在刷抖音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叫做辛吉菲的创作者 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好恶心哦 来 先看一下他的影片 有个老姐问我五毛钱的电粉肠是怎么做的 那必是科技一番活啊哥们 阴阳怪调的语气 还让那个歪嘴的样子 让人好想揍他一顿 但是不知怎么地 我就是把他的影片给看完了 而且居然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然后我又去看了他其他的作品 基本上所有能够入口的东西 在他的手里都变成了科技化工 我第一次刷到辛吉菲的时候 大概是8月底 粉丝大概是30万还是40万左右吧 因为那个时候 也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位创作者 所以记不太清楚具体的数字 而且感觉这个人还挺讨厌的 然后到9月中的时候 我突然刷到了大量网友 发出这样的影片 大豆拉死蛋白 毛发吃酸酸 牛肉香精粉 千万别整多辣 整多出货的是牛肉味 全是科技和粉活啊 科技与狠活啊 诶这句话很熟啊 然后点开评论会有显示关联词吗 辛吉菲 谁 我都已经记不起这个名字了 好奇心驱使我点开了这个名字 呀这不是那个令人有点讨厌的家伙吗 粉丝量竟然已经超过了800万 在短短的半个月内 粉丝量竟然从30万涨到了800万 这不得不让我重新审视这位创作者 他从可乐 奶茶 布丁 到蜂蜜 酱油 醋 再到牛排 牛肉卷 淀粉肠 粥 在他手里通通可以用一点点的食品原材料 然后加入大量的添加剂 包括乳化剂 蒸酬剂 防腐剂 抗氧化剂 甜味剂 着色剂 梅滋剂 蒸味剂 食用香精 等等等等 将这些原材料混合喷调后 竟然可以跟市面上我们买到的食品 几乎相差无几 为什么一根普通的玉米在家里煮的 就不如品牌快餐店煮的香甜 那不就是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 直接放进水里煮熟就好了吗 然而星期飞却在水里加入了三颗卡拉椒 一把甜蜜素 一滴玉米香精油 顿时让一根平平无奇的玉米香味四溢 虽然隔着屏幕我也闻不到了 为什么吃到饱的肥羊肥牛居然能如此实惠 他们大量供应肉类也不对时刻进行限制 为什么他们还能有钱赚 星期飞用一块羊肚腩肉 在上面铺上满满的冰角碎羊肉跟鸭肉 卷在一起冷冻24个小时 再加入活力水 居然可以让这些碎肉 变成我们平常在火锅店里看到的雪花肉片 完全可以让消费者在视觉跟味觉上失去判断力 星期飞还有明胶片 芝石墨制作出了网红带货平价烟窝 不用一滴奶制作出了手摇垫的奶茶 不用一粒可可豆制作出了巧克力块 不用一块肉制作出了淀粉肠等等等等 在他手里就没有科技做不出来的食品 那就科技与很活 以及他每次制作的产品 他都会亲自食用 然后再演绎跑厕所送医院的情节 既挥鞋又洗脑 也开始让成千上万的网友购买食品时 更加留意其食品包装背后的配料表 但是也开始有人以贩卖食品焦虑 不能以偏概全 妖魔化添加剂等理由站出来反对星期飞 但结果网友翻看这些反对者过去的作品才发现 哦 原来这些反对派都是做食品的呀 于是评论区一大票网友开始洗版 是不是冻到了你的蛋糕 星期飞的影响力就像病毒的传播一样 让消费者开始正视起自己的食安问题 当然也确实让不少打着 我们家产品所使用的添加剂 无论是量或者是种类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调味品制造商 利润大打折扣 甚至还有些不法商家 为了让消费者购买自家的产品 还特别在明明写着有添加剂的产品包装上 贴了一张无添加零添加的标示 被动到了利益的商家 简直痛恨死星期飞 纷纷都站出来反对星期飞的创作内容 更有胜者直接将他的作品投诉下架 不过得到的结果是 几乎所有的网友或者说是消费者 都站在了星期飞这一边 因为星期飞从来没有在任何影片 说过哪家食品工厂用的就是这种化工工艺 他也只是在影片中 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添加剂 来制作出我们的日常食物 你这一出来反对 这不是多少有点此地无因三百两的意思吗 星期飞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他凭一己之力 就让整个食品加工行业为之干颤 在一起勾兑酱油的影片中 星期飞用高浓缩酱油香精 食盐 味精 橙胃和甘酸二纳 焦糖色素 水 勾兑出了能够以假乱真的酱油 更表示这在行业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最后在品尝味道时 更用了像是在尝试某种毒品的动作 结果就有网友在网上赛出 海天酱油的配料表 后面跟着一长串的添加剂 而国外的海天酱油配料表 却显得十分干净 明显有双标嫌疑 这件事闹得连续上了几天的热搜 严重影响了海天的市场销售 这导致海天酱油 不得不在自己的官网上表示 所有食品添加剂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并表示以委派专业律师团队调查取证 追溯造谣者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但是其中并不包括辛吉菲 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说过海天酱油不好 他只是揭秘勾兑酱油的做法 也从来没有明确的提到 海天这个品牌 都是网友自己的想法 而海天酱油这边说自己符合标准 并追究所谓造谣者传播者的责任 反倒是引来了一大批网友的谩骂 指责他们符合国家规定 只是最低要求 为什么不反省自己提高生产标准 而是要去告那些提出问题所在的人 辛吉菲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 其实添加剂这种东西就是叠罢符 你煮菜也不是只放一种调味品 所以添加剂当然是添加的越少越好 国家标准只是约束下限 海天作为行业一哥 市场占有率最大的龙头 应该将生产标准提高 还有就是比如一种饮料 为什么要放多种带汤 明明只放一种带汤 也可以达到甜味的效果 另一方面 几乎濒临倒闭的 以百分之百果汁为口号的会员果汁 却因为辛吉菲的一句话 成功起死回生 会员果汁 对会员果汁能好一些 但是它不好喝 为什么这个果汁 后来市场占有力越来越低的 因为它可能用水果做的 然后没放那些火 没放那些科技 更有网友表示 自己对芒果过敏 和其他品牌的果汁没事 但一喝会员果汁 差点没命 由此可见 该品牌的产品确实用的是真果汁 会员果汁 在这波起始回生后 多次在官方频道上 对辛吉菲表示感谢 然而你知道吗 辛吉菲从来没有收取过 任何一家厂商的广告费 也没有收过钱 去打压另一家品牌的产品 无论是会员果汁 清河酱油 都在自己的官方频道澄清 没有给过辛吉菲一份钱 更让人佩服的是 辛吉菲在直播 为大家科普打假的同时 还将直播打厂功能给关掉了 更没有在直播时进行带货 他的所有影片都没有接过广告 辛吉菲在自己的影片里 有点似玩笑非玩笑的说 开玩笑 这世界上还有人不喜欢钱 2022年9月21号 辛吉菲因为动到了 大多数食品销售 食品加工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蛋糕 他接到了来自抖音平台的电话 建议他整改内容 我在抖音不发作品了 号我就消掉 行吗 挂完电话我就把号消掉了 好吧 这违背了一些地方 哪里 我问哪里违背了 这个作品是违法违规了 还是违背道德了 主要就是因为 您可能在发布这些作品的时候 可能将一个食品添加剂 这种一个话 比较一个以再而论 因为没有显示出 可能有些情况的话 没有写清楚这些添加剂的 一些添加剂的详细情况 比如说存在什么成分 然后的话 这种一个详细的 我视频里讲的 我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了 这样的你就把作品删掉嘛 你不用给我打电话 我们平台的话 也是想跟您去做一个提醒 因为本身的话 你平台也是非常认可 您那个作品的质量的 就是说也是为了 你认可我作品质量 就不应该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说的就是这样 整个行业就是这么做的 我在视频场上班 我知道这东西怎么做 就是这么做的 你平时不喝花生露吗 你平时喝过吗 也是考虑到您的 是这样的 因为平台也是考虑到 您这个一个视频 那个作品 可能对于一个观众的 一个体感 以及您那个账后 或许使用这方面的考虑 做的话 如果您这边方面的话 可以建议您这边去进行 对于一个相关的一些 创作内容进行的 将因为调整 或者去进行一个优化 比如说对于一些添加剂 一些内容 还去做的详细标识 怎么标识 是标识它的刻数吗 还是作用啊 比如说您 比如说它这个 比如说某一样食品 它在添加了一个 添加剂的过程当中 这个添加剂是一个什么成分 或者是会有产生一个什么影响 建议您可以把这个添加剂 的一个详细去做一个介绍 我已经介绍过了 如果说这样的话 你认为视频违规 你就都删掉吗 或者是 你把我号消掉都行 没有关系 因为我拍抖音 没有想着变现 行吗 是这样的 因为平台的话 只是因为您这个作品 可能存在这种 被大量用户举报这种情况 他们举报是他们不懂 他们举例了吗 是我说 是我视频里面违规违法了 还是违背道德了 还是说这个添加剂是违法的 并不是说这个添加剂是违法 就是说可能您在发布这个作品当中 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一个 没有对一个个别的一些添加剂 去做一个成分的一个说明 然后比较 就可能有些个别添加剂 存在一个争议性 有这样的情况 没有讲清楚添加剂的详细情况 那星期飞做了那么多期的影片 是在做开心的吗 我估计连客服都不太清楚 他到底想要描述一个什么问题 挂掉电话之后 星期飞没有再发布过任何作品 9月28号 星期飞这个账号 突然在抖音上消失了 抖音在注销账号这个流程上 明确的阐述 申请注销了7天后 经过后台的查识 方可注销成功 也就是说 星期飞在21号 说挂掉电话就注销账号 28号成功注销 他没有丝毫犹豫 就将账号给注销掉了 粉丝数量也最终停留在了896.6万上 有专业研究 在抖音这些短视频平台赚钱的博主 初略估算 如果星期飞想要用这900万粉丝的流量 去赚钱的话 一年毛利润 大概4810万人民币 但是星期飞 却从来没有用抖音赚过一块钱 然而 他过去只是一个烤面筋的老板 后面生意难做 他也只能将做了5年的店给关掉了 后来只是一个食品厂的员工而已 星期飞表示 他做抖音 也从来不是为了将流量变现 该上班上班 我一开始是挺讨厌这个人 做做夸张的言行举止 到后面 我真的很佩服他这份清高 不畏强权 不畏资本低头的人格